事實上整個國安團隊在事先就預測到 北京 習近平可能的談話 所以在元旦的時候 總統出來講話 建立這個要四個必須 三道防護網 第三道防護網就是對有關政治議題的協商 要有一個高門檻的監督機制 而且要設定一個禁區 也就是主權國家的地位以及民主憲政體制 不能作為談判的主題 這是一個禁區 充分來防衛 作為一個防衛機制 讓很清楚告訴北京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是門都沒有的事情 那我們吳敦毅主席他有提到和平協議 那和平協議也是屬於政治議題嗎 我想很清楚 從過去的經驗 其實跟老共去簽和平協議下場都很慘 他這個和平協議一定是一個政治議題 他隱含了一宗的框架 他不會去跟你簽一個分類永久化的等等這些東西 他一定是要求要統一的和平協議 因為他過去常常講過統一才有和平 所以和平協議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按照他過去的文章文獻的論述 他就是要統一 兩岸走到現在到底還有沒有機會談 然後值不值得談 有沒有空間談 我們再來談你設計出來這個機制 不然的話其實沒有意義啊 我就說是假議題嘛 我不建議委員這種解讀啦 那我覺得回答我的問題就好 你覺得兩岸有沒有機會談 值不值得談 在現在這個政治現實底下 還是你覺得我們 我們先把制度建立以後再說吧 他跟中共也有一些可以對話的空間嘛 然後他跟美國白宮也有一些可以對話的空間 那我問你啊 如果他今天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那他要去跟對岸談判 那你的看法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啦 他過去能跟白宮到白宮去跟這個川普總統談話 那是一個商人的角色 那是一個商人角色 他要選總統是要轉換成政治的角色 這都是絕對是一碼歸一碼 絕對是一碼歸一碼 你不可以用商人的角色 就預設他在政治的角色 就可以這樣順利轉換過去 這個是這是完全一碼歸一碼 國際政治的現實不是這樣的啦 蔡郭兩人對於這個 中國市民主在在吵 你怎麼看這件事 蔡郭兩人對於中國市民主在吵 你怎麼看這件事 蔡郭 蔡英文公布蔡民 喔 謝謝 謝謝 沒有評論好不好 最重要我們是沒有主權沒有尊嚴 那我們的民生你可想而知 最重要我們就是捍衛國家的主權跟尊嚴 歐盟這樣的歐盟的幫研究 我想這三點這個補充說明 第一個有關專門所提到的那個標題 我必須說明第一個 政府沒有討論過這個事情 而且也沒有這個政策 我們就要捍衛這個主權國家的地位 那麼 同時呢 任何的談判啦 政治談判 不能有前提 不能有前提 那麼至於 裡面所提到的 其實是重點強調是說 啊過去這個社會 有人有這樣的說法 那我們尊重這樣的一個看法 所以你自己認為 你個人覺得可能先進行 我要強調說 第一個政府沒有討論這個 而且不是政策 我只是在講說啊 過去這個社會 有人提到這些 我們尊重的看法